打开世界数字货币大门的比特币 如今依旧火热 目前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 涨势惊人 数字货币俨然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 近几日 Facebook研发的Libra加密货币项目热度居高不下 数字货币的发展不仅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 更是成为了多国央行关注的热点 作为管钱的单位 他们对货币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 在纸币的时代 美元是无可争议的货币霸主 在1944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 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 随后美国人又聪明地将美元和原油挂钩 美元仍保持了自己的美元霸权 美元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中 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 比如我们买中东的原油 可能需要卖出货物换取美元 通过美元向沙特买石油 而美国人仅仅只需开动印钞机 就可以拿美元换取到沙特的石油 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 要挑战美元霸权非常艰难 但是数字货币的兴起 却给了各国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 无论大国小国都在摩拳擦掌 纯准欲动 希望在数字货币领域改变世界 2018年10月 委内瑞拉央行发行石油币 这种数字货币被用来进行国际支付 成为委内瑞拉在国际上融资的一种新方式 今年5月 加拿大与新加坡使用加密数字货币 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交付实验 这种方式比传统系统更快的清算国际支付 且不再需要第三方充当中介 更加方便快捷 作为新时代经济领跑者 在这场数字货币的赛跑中 中国也不甘示弱 目前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 在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政策上 国家央行给出了最支持的态度 并且一直投放大量人力和财力在其中 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 表示将稳步深入地推进央行数字研发 在这一次的数字货币竞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再远远落后 甚至有希望利用网络支付的发达 和人口优势成为领跑者 作为中国人 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